主料,土豆400克,鸡蛋1个,油菜250克,主料,油,黑胡椒粉,生抽,葱,姜,蒜,料酒,蚝油,淀粉,盐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土豆去皮,放进微波炉高火微熟,用勺子碾成泥,加入少许盐,黑胡椒粉,生抽,打入一个鸡蛋, 将土豆泥搅拌均匀,用手将土豆泥团成大小合适的丸子,外面和少许干淀粉,开始,油菜洗净,食菜心部分,葱,姜,蒜切成片备用,锅内放多一些的油,将丸子下入油中,中香火炸至金黄,捞出丸子备用,起锅,放少许油,放入中间蒜炒香,放入油菜炒软,加两勺蚝油, 料酒,放小份碗清水,加盐,烧开后,用水淀粉勾芡,搅入丸子,过于汤汁机可出锅,装盘,烹热技巧,土豆泥加入鸡蛋之后,船员不太规则,可在外面粘少许干淀粉,将丸子在两只手中来回导,就能团成圆圆的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